曹丕刺死结发妻子珍蜜后,下葬之时,为何要在其口中塞入污秽之物? 曹丕专宠大美女珍蜜多年,曹操,曹芷也对她多有偏爱。 没想到曹丕突然翻脸无情,不仅刺死珍蜜,还在结发妻口中塞满羞辱之物,原因充满蹊跷。 下面,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珍蜜出身名门,外祖父曾任汉庭帝流看的老师,父亲珍寒官拜大司马,执掌天下兵权,珍蜜生德极美,从小饱读诗书,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珍蜜的见识不凡。 汉末天下大乱,百姓们为了虎口纷纷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,珍家趁机收购了很多珠宝,珍蜜劝长辈说,乱是求宝妃粮策。 于是,珍家开仓放粮,名望大镇,著名像是刘良曾为珍蜜项面,做出了一个预言,此女将来贵不可言。 可惜刘良只猜到了开头,却未猜到结局。 珍蜜这样的白富美,求取者慎重。 大概在公元197年,大将军袁绍为其次子袁熙求取珍蜜为妻,举行完盛大的结婚典礼后,袁熙赴幽州任自使,珍蜜留在夜城侍奉婆婆刘夫人。 第二年 曹操攻下夜城,曹丕率先进入园府,看到躲在刘夫人身后哭泣的女子,虽然满脸泥污却不眼秀色。 待女子洗去脸上的泥污后,曹丕被她的美貌惊呆了,一见钟情,曹丕立刻带着她去见曹操,请求曹操为他们赐婚。 那一年,珍蜜22岁,曹丕17岁,曹丕文武双全,博览精传。 通晓珠子百家学说,无论从外貌,学识还是家事,曹丕和珍蜜都是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和。 曹丕非常宠爱珍蜜,将她放在心肩上,十多年间,两人生有一子一女。 珍蜜除了貌美有才华外,还是个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完美人设。 笑道,珍蜜的婆婆便夫人在外地生病,珍蜜不能前去照顾她,急得整天以泪醒面。 当她再次看到婆婆时,哭着跑过去,一把抱住婆婆,泪流不止,这让便夫人非常感动,宽厚不渡。 珍蜜对曹丕的其他妃嫔也非常好,不仅不妒忌其他妃嫔,还鼓励曹丕和他们多生孩子。 有一次,对于曹丕不喜爱的妃子,珍蜜也多加安慰,从不捧高踩低,维护家庭和谐,珍蜜不仅得到了婆婆的欢心,公公曹丕也非常喜欢她。 有一次,曹丕和下属一起喝酒,让珍蜜出来敬酒,珍蜜到酒的时候,人人都低头不敢看珍蜜,只有健安妻子之一的刘真平视珍蜜,男下属抬头平视上司夫人,是非常无理的行为。 曹丕听说后大怒,将刘真打发去服苦役,可见,珍蜜在家中很有地位,获得了各方的喜爱,珍蜜的芳芳面面,都是皇家贵族女子的典范,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。 他没有料到的是,平地风云乍起,同床共枕十七年的丈夫,竟然突然恩断一绝,采取了最狠辣的手段,斩断了这段梦幻的爱情故事。 公元220年,曹操去世,曹丕席封魏王,接着他逼迫汉县帝善让地位,加免成为魏国开国皇帝。 同年,曹丕率军南征,珍蜜留住在夜城,出人意料的是,仅仅过了一年,曹丕在征战的遣使者前往夜城,送去了一份诏书,将结发妻子真是赐死。 不仅如此,在珍蜜下葬时,曹丕竟然命人解散珍蜜的头发,盖在他的脸上,同时在珍蜜嘴里塞上米糠,由此可见,曹丕对珍蜜厌恶以极,对他的失手也不放过。 可是多年来,珍蜜并没有犯下什么大的过错,反而人人称道,曹丕刚刚登上地位一年多,突然毫无理由地赐死陪伴自己十七年的结发妻子,对他的名声有极大的损害,甚至会影响政权稳定。 那么,当年的痴情少年,为何对自己曾经深爱过的完美妻子如此厌恶,狠下毒手? 珍蜜的死因在史集上并没有详细记载,因此一直众说纷纭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一,珍蜜不守父道,与曹操,曹直居有暧昧关系,曹丕忍无可忍。 珍蜜与曹操,曹直,曹丕父子三人的关系,常常在野史中为人所津津乐道。 甚至有一种说法,叫做一女乱三曹。 据说曹操攻破袁绍的夜城后,第一时间就要照姓珍蜜。 没想到,此时曹丕已经对珍蜜情根深肿,并且发生了关系。 曹操感到非常遗憾,一直不甘心地说, 我攻打夜城就是为了这个女人。 这个说法将曹操的好色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 他既然一直惦记着珍蜜,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 可是,这些故事往往出现在一些野史和小说中,不足以作为曹操与真密暧昧的证据。 曹操对待女人还是有底线的,从他对待另一个儿媳妇崔氏的态度上。 可见一般,崔氏是曹操的妻子,因为穿的衣服过于华丽,不符合理智,曹操看到后,就将他赐死了。 可见曹操对儿媳妇的要求有多么严格,很难想象这样的公公会做出和儿媳妇的不轨之事。 在汉朝的法律中规定,与有夫之妇通奸,就要被罚去边境做苦役。 作为一个丞相,曹操不可能不顾及自己的名声,和儿媳妇有不伦关系,而留下把柄为人诟病。 真密与小叔子曹操的关系,也是野史中着重笔墨渲染的绯闻。 才高八斗的曹操曾经写过一篇《洛神父》,其中描写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, 仿废西若青云之碧月,飘摇西若流风之回血。 曹操因此被气得气壳生烟,一直想弄死曹操。 那首著名的《七不诗》,据说就是因为曹操寄予嫂子,而让曹操恨之入骨,找借口迫害他。 曹操情急之下做出来的《洛神父》,虽说有可能描述的是真密, 也极有可能写的是曹操自己的王妻崔氏,崔氏的死。 曹操找的理由是崔氏穿衣违背理智,实际上曹操杀崔氏大有深意,曹操是在警示曹操。 皇位之争胜负已定,不要有其他心思。 曹操内心不愤,却又无法言说。 借《洛神父》,隐晦的《悼念王妻》,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,是非常合情合理之事。 更何况曹操的后宅女子并不轻易与外男相见,曹操想见真密一面,非常困难。 进一步发展私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 说曹操和曹操与真密有染,很可能是后世编造出来的。 毕竟父子三人爱上同一个美女,是多么吸引人眼球的故事情节。 二、曹操心宠过女王静谗言,真密死于后宫争斗。 后宫轻压,勾心斗角是在宫廷内并不少见。 真密当年以绝世容颜吸引了曹操的全部身心。 可是俗话说,以色是忍者,色衰则爱迟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如花的容颜也会凋零。 曹操赐死真密时,她已经38岁,自色上无法与后宫层出不穷的年轻美女们竞争。 曹操遗情别恋也并不难理解。 曹操受善登基,建立未朝后,后宫中的郭女王,李贵人以及殷贵人都得到宠爱。 真密此时已经不负年轻时的容颜,不得曹操欢心,却还占据着曹操正气的位置。 《自治通鉴》、卫略以及《汉尽春秋》中记载,郭女王已谈言陷害真密,曹操因此赐死真密。 真密死后第二年,郭女王被册封为皇后,似乎印证了这种说法。 不过,真密的儿子曹瑞继位后,对郭女王的态度又让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。 公元266年,曹操驾崩,曹瑞继位,尊奉郭女王为皇太后,公元230年,曹瑞又对郭女王的亲属大家封赏。 如果郭女王真的害死真密,曹瑞怎么可能对杀母仇人如此后代呢? 公元235年,郭女王逝世,《自治通鉴》,记载,曹瑞要追究真密之死,郭女王因为幽据而暴崩。 这种说法又有些不合理,如果曹瑞认为真密是被郭女王害死的, 一定会在掌权后就开始追究,怎么可能让郭女王活得那么久? 如此种种,让郭女王害死真密的说法充满了谜团。 三,真密口出怨言,惹得曹丕震怒。 曹丕曾热烈地爱过真密,可是,曹丕的爱并不持久,在时间的流逝下逐渐消磨。 曹操在世时,非常欣赏真密,对真密所生的儿子曹瑞更是爱如珠宝。 因此曹丕即使厌倦了真密,也不会表现得太明显。 曹操死后,曹丕就开始为所欲为了。 他做的最出格的事,就是将曹操的女人毫不愧疚地据为己有。 这些女人从辈分上来说,都是曹丕的长辈。 曹丕将他们纳入后宫有为人伦,所以他的母亲便夫人破口大骂。 狗鼠不食乳鱼,死故婴儿。 母亲骂自己儿子狗鼠不如,可见曹丕的行为有多么荒唐,把他的母亲气到极点。 作为结婚多年的妻子,位于金字塔塔间的女人,真密一定也是骄傲的。 远看枕边人的荒唐行为,真密也非常不满,发发牢骚,抱怨几句也是人之常情。 没想到曹丕就这样勃然大怒,直接刺死真密。 这个结局真密一定是没有想到的,他还不够了解自己丈夫的小心眼和狠赖。 曹丕年轻时曾向魏国的大功臣曹红借钱,曹红因为吝啬没有借给他,曹丕记恨在心。 他上位后,找了借口将曹红打入死牢。 后来经过变态后求情,曹红才逃过一死,被贬为庶人。 这么一点点小事,曹丕都要记恨十几年,牙子必报是曹丕的个性。 他在与真密生活17年的岁月中,难免会积累下一些小的不满。 因此真密在被曹操冷落后,抱怨了几句,就让曹丕认为,真密以往表现出来的孝道和宽厚都是装出来的。 真密这个人很虚伪,再加上以往的积怨,曹丕就残忍地处置了他。 这种说法,起因于真密年老色衰而失宠,又失去了曹操这个保护伞。 符合曹丕牙子必报和心狠手辣的性格特点,具有很大的可信性。 4. 栗子杀母,保持政权稳定 也有人说,曹丕杀了真密,是为了曹瑞继位后,能够免了外妻甘政的隐忧。 这种做法也是有先例的。 汉武帝为了儿子刘芙玲的政权稳定,曾经下令处死宠妃勾益夫人。 可是,汉武帝是在自己重病,担心自己死后,年幼的刘芙玲无法控制勾益夫人的情况下,才杀掉勾益夫人的。 曹丕在杀死真密时,年仅33岁,身体也没有任何问题,显然栗子杀母这个理由并不成立。 真密被刺死的原因可能是后宫争斗,也可能是真密口出怨言惹恼恼了早就厌烦她的曹丕。 而曹丕在真密死后,对她的尸体进行了羞辱,原因与曹丕的梦兮兮相关。 据说曹丕在发出刺死真密的诏书后,做了一个梦,梦到一股青烟拔地生天,术士解梦后,告诉她, 天下将有一位贵女子冤死,因为这个梦,曹丕心中有些后悔,也有些害怕,认为十分不吉利。 于是,她将死去的真密以发遮面,以抗色口。 这样真密到了阴间后,面不能试人,口不能言,再也无法伸冤,曹丕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 曹丕这样的男人实在可怕,爱的时候就把人捧在心间,不爱的时候就欺之如履。 而真密这样的女人,在现代社会,一定可以潇洒地甩掉渣男。 可惜生不逢时,连死都无法得到安宁,可悲可叹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